众生无便是愿度 这句话怎么讲 是不是不信佛的人 我就不度他 信其他宗教的 我就不度他 不是我们同一个族群的 我们不度他 是不是这个说法呢 这个愿那就要改一改了 众生无便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 你那些动物 你佛家还常常提放生 你还要救他 跟你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信仰 那是人 那么你的眼光当中 这些人连畜生都不如了 畜生我还帮他往来 还救他来 这些人都不问了吗 哪有慈悲心 这学佛 学到哪里去了 心量变得这么小 自己也会念的 佛寺当中常常念苏文 苏文也开头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口会念 不知道什么意思 心量那么小 甚至于小到 念自己都不能包容 你说可怜不可怜的 菩萨六波罗密里面的布施 有没有界限 有没有分别 普协寺院里面广秀供养 有没有插灯 常常读这些大神经 我们天天在这边研究讨论 如果还有这样的分别 指责 肯定你对于佛法 一思一耗 都没有欺辱 不但境界不能欺辱 佛法所讲的 你也一窍不通 你没有懂 大乘戒经 佛教导我们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那跟一切怎么讲法 不同族类的 那就不是的了 不同宗教的 那也不是的了 那一切就讲不通了 可见得了 一切里头不分族类 不分宗教信仰 只要是男子 就把他看作是父亲一样 只要是女人 就要把他看作母亲一样的孝顺 我们是佛弟子 我们的财物 怎么能不 说是不可以供养 其他宗教 不可以供养 其他的族群 讲不通 佛弟心量怎么会这么小 这么可怜 你基督教经典里面 上帝还劝识人 你爱人也应该爱你的仇敌 你看这心量多大 我们佛教徒比上帝差太多了 这个故事 我们读经别读了 完全不解如来真实意 其心动念 都在造业 念念 都是妄想分别之主 轮回心造轮回业 我们不要说将来的国报 眼前的国报 就有许许多多的苦难 这个苦难是人为的 彼此不能相容 彼此不能相让 那就要斗争 斗争 演变就是战争 以自己的威势 逼迫示弱之人 所谓是弱肉强食 净化论 这些知见 大有问题 误导了许许多多众生 他们的思想行为的方向 这个故事大了 所以佛法给我们讲业力 给我们讲因果 给我们讲感应 报应 这是四世真相 这是真理 所以自己 在自己本位生活上 若有方便 应当多多帮助别人 决定不要有分别之处 这样就好 佛在经教里头 常常名利我们 记得雷公 记得雷公的根本 是觉悟 觉悟之后 你才有真诚心 你才有恭敬心 没有觉悟的 他的心是虚妄的 不是的 他那个恭敬是感情的 不是真实的 虚妄加义 这是地藏经上才说 齐心动念 五不是罪 我们想想佛菩萨的话 不为过